周圍的話 解剖學上依據構造 就有腦神經跟急神經 就功能的話 就有感覺跟運動 那運動的部分又分成隨意的跟自律 對不對 那隨意的是大腦控制的 那除非要反射的時候 急腿暫時可以把肢體反射 這些骨盒基拿來控制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再看到26、27 我們就跟大家講到自律神經的部分 那我們是不是簡單的來說 相較於肢體神經 自律神經是不是不經意識 自動控制 分布較廣 作用較慢 大家記得嗎 那不經意識 對 因為它不是大腦意識 自動控制 對 它的重點是在於發出命令 所以叫控制 對不對 是運動這一段 然後呢 為什麼說它分布較廣 因為它有分布到內臟 隨意的沒有到內臟 那隨意的有到骨盒基 骨盒基那邊也有血管 對不對 那個也需要自律來幫忙控制 那為什麼說作用較慢 因為它會多經過一個足處 我們說足處 足處是數率決定步驟嘛 經過足處就會變慢 好 那但是呢 如果就自律 剛剛是自律跟肢體比較 那我們如果是自律裡面自己比較呢 我們就會發現 在構造上來看的話 交感神經是源自於胸腰 所以又稱為胸腰神經 這都講過了對不對 然後呢 副交感是源自於頭腱 所以又稱為頭腱神經 當然頭腱是指腸神經 健視值這個脊神經的健庫 那另外的話我們還可以講到 兩個的關係 一般來說是物為借康 那跟大家講基本概念 是不是交感是緊急狀況 不交感是正常生靈 是不是 那緊急狀況的話 有個描述的方式 就是Find or Fly 交感興奮跟身上腺素分泌 它會得到這個類似的協調效果 那這個類似的協調效果 其實也就是剛剛講的 幫忙應付緊急狀況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就構造跟功能上來看是怎樣 它會換一個神經元 那它到底是很快就換一個神經元 還是保護眼鏡換 就是我們上次有在黑板下畫面 對不對 就是交感很急 所以它馬上就換一條 那因為大家都很快就換一條 所以在脊椎旁邊 就會開始交感神經鏈 對不對 那副交感的話 就比較不急慢慢來 因為它是正常生靈 我剛才我跟大家說神經傳遞的 都是一樣很快 我這樣講只是幫你急很好 那副交感的話就不急慢慢來 所以它第一個就是跑醫院 對不對 所以我們總的描述來看 也就是上次跟大家說的圖片 所以對交感而言 是節前短 節後長 節前釋放以西南減 節後釋放正身上腺素 對副交感來說的話 是節前長 節後短 都是以西南減 是不是 那肢體來說 那當然是一根就到了 也就是以西南減 所以自律的話大概是如此 上次下課前或許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你其實有兩個你 對不對 一個是意識層次的你 聽起來有點可怕對不對 但是這個意識層次的你 當然也就是幫你決定了 幫你左右了你的這個人生觀 價值觀 情感 愛恨 記憶 一切的一切 那但是還有一個默默付出 讓你能夠努力往前衝的 也就是自律的這一塊 也就是自律的這一塊 那當然就是我們講到神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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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